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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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商里市地自然中心 我是金門瓜工員解說員陳書儀 商里市地自然中心位於磁湖旁 磁湖附近有非常豐富的私地環境 同時我們也把這樣的特色 轉換到這棟建築物上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棟建築它就蓋在磁子裡 等會就讓我們一起進去認識這裡 金門位於中國大陸沿海 在金門它的地層與台灣相當的不同 我們可以在這邊看得到兩種岩石 主要就是我們的花崗片麻岩還有花崗岩 那花崗片麻岩它在東半島是最主要的一個岩石 那另外在西半島則是以紅土為主 金門是一個世紀分明的地方 這邊的連雨量達到1000公里 可是蒸發量卻高達1750公里 是一個缺水的地方 所以人們在這裡開著非常多的湖泊水庫 來蓄水 那另外我們也在田野裡 有非常多的一個打水設施 金門地區的鳥類資源相當的豐富 主要是因為它位於 東亞地區候鳥的一個遷徙路徑上 雖然這地方的面積只有僅僅150平方公里而已 但是這裡的環境棲地資源相當多元 加上人口數是相當稀少的 所以這邊的鳥類非常的多 歷來紀錄到鳥走已經多達300種以上 我們現在來到的地點是磁湖 磁湖這地方原本它是一個海灣 那古陵頭戰役之後 因為軍事的需要 國軍在1969年的時候租了磁體 意外提供鳥類很好的一個棲息環境 每年的10月到隔年的3月 我們的候鳥這個磁池非常非常的多 尤其是在傍晚的時候 它會從廈門的海域 往金門磁湖這方向飛 所以這時候你可以看得到 夕陽伴著磁池非常的漂亮 在金門還有一些鳥類 它喜歡住在土溝或土洞裡面 那這樣子的鳥類有像是斑翡翠 還有像是利猴峰虎 這樣子的鳥 它們都是在台灣不容易看得到 可是在金門比較容易 金門多樣的棲息環境 有曹尖帶、湖泊 甚至土溝、土壁 都是動物很好的一個棲息地方 那在我身後這邊就是一個 曹尖帶的一個模型 在這裡有非常豐富的食物來源 所以它是鳥類很好的棲息地 那同時在金門的這個曹尖帶 你也可以看得到 厚這樣子的一個動物 它是一種活化石 從古生帶的這個泥盆祭 就已經長這個樣子了 湖泊除了是鳥類棲息很好的一個地方之外 它同時也有歐亞水榻在這邊棲息 那在這裡的話 你可以看得到歐亞水榻 它其實是一個指標性的一個動物 因為它在的地方一定要水質好 那同時也要這個干擾少 那另外食物來源也要豐富 它才能夠生存 那在金門的話 目前還可以看得到 有一百隻以上 那另外它不太容易看到 因為它是一種夜行性的動物 在金門植物因為環境與風力的因素 所以它的植物常常是帶著刺的 或者是種子是需要靠著風力來傳播 像是我們可以看得到這個小果薔薇 它就是一種有長刺的一個植物 那另外在羊角澳這樣子的一個植物 它也是種子靠著風力來傳播的 在參觀完整棟展示館之後 歡迎大家一起來到這邊 來到這邊你可以看得到湖底下的世界 你會發現來到雙領四地自然中心 你除了可以觀察自然體驗自然 你還可以發現說在金門其實自然與我們是非常近的